黃毓民議員 當局建議財務資格限額跟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上升3.7% 由於財務資格限額的水平本身已經不高了 接下來的通過調節,這基本上是一個最低的要求 當局應該進一步提供數據,說明這個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和市場法律服務費用的關係 我們這裏坐了很多大狀在這裏 很多時候都是天價,通脹3.7% 你如何追到天價的費用? 當然我不是說,你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收費標準 現在的法律費用最慘就是這樣 但沒有問題,你也不可以不反映一下市場法律服務費用 當然未必是一個準則,也很難做一個準則,因為它不科學 但其實也是要考慮 所以我覺得你是要提供一些數據 說明這個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和市場法律服務費用的關係 這個決議就是將普通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由26萬增加到269620元 而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由130萬加到1348100元 這個財務資格就是申請人每年可以動用的收入和可以動用的資產總和 但由於自住物業就不計算在可動用資產裏面 對於持有自住物業和租住物業的申請人 他就會出現一個兩個不同的標準 我不知道局長明白不明白 我自住物業和租住物業的 這豈不是出現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除了這個所謂財務資格限額之外 普通計劃和輔助計劃下面的受助人要交付的分擔費用呢 我說過分擔費用 亦都影響受助人獲得受資助法律服務 是不是真的得到公義的權利 我自己就是一個親身的體驗 我有一位助理 去司法覆核 就是那些超級區議會 這些立法會議員的候選人 他可以帶協他的黨和一個選區 那個地區直選的候選人 多一份宣傳單張 我們去司法覆核,法院接受了 申請法援也批准了 現在排期 我不知道如果我們贏了這宗官司有什麼結果 是不是黃碧雲要把錢吐出來呢 我不知道 這就是法院判決之後的事 這宗案件 法庭受理 我們申請法律援助的助理 但是 他仍然要支付 高於他月薪幾倍的分擔費用 就是他在計算你的資產 計算那條數的時候 這個補助 要自己 要繳付的所謂分擔費用 那你法門的意義在哪裏呢 我助理就萬多元一個月 對嗎 或者 可能低過這個數 那補助理就萬多元一個月薪幾倍的分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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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補助理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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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woo 工提及今晚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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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應該成立獨立的法援局,報告是當時的法援局接受的。 當年,董建華當特首,1999年他又否決了報告的建議。 即是說,1998年時的法援局委託顧問做的研究出的報告書, 是贊成要成立獨立的法援局,以及認為有迫切性的。 今時今日,經過十多年,社會環境是沒有改變的。 社會環境的因素,你看不到特殊,很大的變,除了民怨越來越深, 那跟這個沒有什麼關係,嚴格來說,局長, 你這個頂頭上司梁振英,不死也沒用。 可以是十年前的03年七一大遊行,五十萬人上街的時候,董建華的民望都比他現在高, 那你死得了嗎? 照計是必死無疑的。 我以為是理睇了。 知道,我真的有一點點理睇,不過沒辦法。 不只是這個機會叫人七一上街,都對不起自己。 所以七一記得要上街,打倒這個政府。 十五年來,那個社會環境因素改變了什麼? 為什麼法援局現在的立場和1998年的立場是藍然不設呢? 是不是? 所以說開這個問題,說現在這個決議案,我講這個法援局,獨立法援局,獨立法援助管理局這個建議, 或者大家討論這個問題都講了很久,這個也不會離題了。 那麼政府是什麼理據呢? 局長,你坐在那裡,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進。 理據是什麼?你待會你回答一下吧。 是不是我說的那些理據呢? 是不是我說的那些引述政府以前說的那些理據呢? 法援申請,已經有上訴機制。 法援署目前提供的服務,令人相當滿意。 第三,過去法援署曾經資助起訴政府的案件,由此可見法援署非常獨立。 這樣也可以? 即是,法援有給你告政府,就代表他獨立了。 即是,這些是廢話來的。 即是,這三項原因,沒有一項是可以支持你拖延成立這個獨立法援局的。 問題很簡單,你經常問why,為什麼不是why not呢? 一方面說同意成立這個獨立法援局,另一方面說沒有迫切性, 所以不早。 即是,等於基本法,說行政長官到最終都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 即是,普選產生的。 但是,說而已。 所以,為什麼律師公會會批評這個法援局? 即是,他的批評不是沒有理據的。 譬如英國、加拿大、澳洲都有獨立的機構來監管這個法律援助服務。 你不是將各個下放的監管權力給予政府部門的。 而且,你說法援局給民政事務局來管是夠離譜的。 即是,有時經常是錯配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多少。 你又不是法律專業人士。 我都拋了頭。 即是,這個政府真的有時這些事情… 喂! 招令有錯,直改何妨? 是不是? 那制度有問題,就是要改革的。 是不是? 即是, 我剛才說英國、加拿大、澳洲都有這個獨立機構, 加以監管這個法援服務, 而不是將那個監管的權力交給政府。 是不是? 當中有些更加值得參考的就是, 三個國家的有關制度確立了弱勢的聲音受到重視。 澳洲還要規定出任法援監管機構的成員, 還要必須是工人 消費者和社區福祉利益的代表。 工人、消費者和社區福祉利益的代表。 是嗎? 保護弱勢的, 法活是甚麼? 是嗎? 窮不予富鬥富, 不予官僧。 那我們更糟糕了, 窮那你打甚麼官司? 你怎樣尋求精? 喂! 到了法院, 這個司法救濟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步來的, 這個是在體制上已經是。 在行政上, 那個行政救濟不行。 是嗎? 你到最後就是尋求一個司法救濟, 法院的, 在那裏還你的公道, 或者洗你的冤情。 法院的司法救濟都不行, 就自力救濟就上街了, 是不是? 就暴動了, 就搞革命了, 沒有和平監督這回事的, 是不是? 那些弱勢的聲音受到打壓, 弱勢的族群, 是不是? 他那個權益, 或者他要尋求救濟, 去到法院裡面, 都不可得的, 因為你這種制度,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只能夠成立一個獨立的法院局, 才在架構上面保障這個法院局的獨立性, 是不是? 就是令到打算, 就算告政府的人都不會因為, 或者擔心受到這個不公平的對待, 是不是? 你會不相信這個法院處, 是不是? 我們自己在地區辦事處, 經常都會幫市民去申請法院, 是不是? 被人擋了回來, 是呀, 有個上訴機制, 上訴的結果就是一樣, 很少去上訴, 是會成功的, 在我自己做的個案裡面, 幾乎沒有一件成功, 每次跟他上訴都是失敗的, 即是法院處對選擇提供所謂獨立法律意見的律師, 即是他有絕對的權力, 即是好像今次法援局, 聘請這個德勤做顧問, 即是什麼一回事呢? 所以我們支持這個決議案, 我也是這個小組的成員, 會開一次而已, 好像只有我一丁有的,很奇怪, 大家都覺得沒問題, 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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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